哈囉大家好,我是安排小朋友 那麼今天為大家帶來美少女戰士合作的更多情報 那麼昨天我們已經為大家介紹過這次合作三大獎的技能了 所以今天影片將會著重在昨天沒有提到的合作內容 包括這次的合作小獎以及更多的合作卡片 好,那首先這次的合作很快在下個禮拜一就登場了 那這次是走十抽系列 是跟之前一樣是 175 顆石頭保底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這次的抽卡機並沒有特別坑 那這次抽卡機裡面有八位的美少女戰士十抽卡片 所以這次的抽卡機也是滿滿的都是合作角色 不會像之前有某個聖硬幣的那種抽卡機那樣子 所以這次滿有合作的誠意的 好,那這次整個大獎只有這個1%大獎可以進行變身 那我們稍微提一下昨天沒有提到的情報 首先這一次的1%大獎他有一個羈絆能力 如果說你拉他的角色珠幣沒有消除的話 可以幫他去減CD並且如果說手消角色珠可以讓他追打 那如果是變身後的話則會變成直接加EP 也有這個追打的效果 那再來是這次的2獎 這次的2獎超級隨手小月亮也是有羈絆 拉角色珠可以增加最多兩連擊 好,那再來是其他2獎的部分 土星的這裡拉角色珠沒有消除可以減CD 如果你消除的話則是可以追打 好,那這些情報看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次的10抽小獎 第一個是水星 他可以引爆水四周極凍結珠掉落強化 並且可以減一步一傷 那一步一傷對於這隊來講是非常傷的 因為這隊的實體 這次合作的隊長實體好像都是比較少 所以這隊我覺得一定要是帶這種水星 會是抗壓能力會比較強 那並且他可以掉落水強化珠 他一樣有羈絆的能力可以直接無視黏斧 這不是黑金的結板能力嗎? 居然一個小獎拉角色珠就可以擁有了 好,那再來是第二張小獎火星的部分 他可以無視燃燒自身攻擊力四倍 也可以無視拼圖盾 並且如果敵方是妖魔 自身還會CD-5 還有羈絆可以增加攻擊力 主要是他目前我看到合作 唯一一張可以直接無視拼圖盾的 好,那再來是下一張木星 這張卡片CD-7帶蠻多效果的 立刻可以電擊敵方 並且目光互相兼具浮屍效果 每手皮消除一粒目 自身以50%攻擊追打一次最多追打五次 並且還會額外增加五連擊 如果說隊伍中有兩個以上的水手戰士系列的話 則這個追打可以變成100%追打 他的羈絆能力是自身無視攻前盾 那基本上他是屬於一個界王拳的部分 那搭傷他的武裝龍科 就單這張卡片解攻前盾 我覺得傷害也算是很夠的 好,那接下來超級水手之星 這張卡片超級神 他可以轉出一個固定版面 而且他只要CD-5 你CD-5就可以手銷整版 還可以結星珠盾 超誇張 而且他的羈絆能力 還可以拉角色出增加兩連擊 所以這張小獎的價值 我覺得真的是 這個 這價值幅度真的是超級高的 好,那再來是下一張冥王星 這張卡片CD-6 總共帶五個效果 第一個可以將土星的技能C-2 並且無視年斧15秒內可以直接排出 並且將碰觸到的變成人族強化珠 隨手戰士系列不會被封鎖技能 不過這次一趴大獎好像有 直接不會被封技能的隊伍技能了 所以這個有點小可惜 好,我們來看他的羈絆能力 發動角色珠就可以把他的角色珠變成種族腐蝕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武裝龍科 大家請做好準備 因為這次的武裝龍科真的超級噁心 好,那首先第一個是一趴大獎 以及二獎都可以帶的一個武裝龍科 這個神杖他的增傷幅度長住有2.4倍 發動技能當下還直接飆漲到3.6倍自身攻擊力 超噁心 所以這一次有很大一部分的強度 都坐在這個武裝龍科上了 並且這個龍科當作隊長還可以延遲敵方行動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龍科,這個是二獎小月亮可以用的 好,那他主要是能夠讓自身長住1.8倍增傷 如果說你開技能當下還直接看漲到2.7倍的自身攻擊加成 也是蠻多的,那當隊長的話也是可以延遲敵方跟減CD 再來第三個武裝龍科是土星專用的 那這個增傷幅度最噁心 如果說你全部達成條件,最高自身有4.05倍的增傷欸 哇,哪一個武裝龍科做的這麼噁心啊 那他長住也有2.7倍的增傷喔 只要消除5顆暗珠 所以這個龍科真的是超變態 當隊長的話也是可以延遲行動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水星 那這個武裝龍科的話 主要他是可以直接回血 那這個回血你不要看他只有5000點喔 他是連空轉都可以回血喔 那其實這一次有好幾個龍科都有這種空轉回血的能力 你稍微搭個三個就直接無腦回15000了喔 所以其實這個在關鍵的時刻還是會救到你的 那他的武裝能力增傷喔 就是發動技能最高是自身3倍的一個增傷幅度 好,再來這火星的部分 一樣是可以直接回生命力 並且可以最高自身是2.25倍的一個增傷 那再來看木星的部分 一樣是最高自身 欸,木星的話是2.4倍比較高一點喔 他也可以直接回5000點的生命力 所以這一次哇,這個金星也能回5000點 所以如果說你對於元代這四張的武裝龍科的話 那最多是可以每回合空轉就可以回20000的生命力喔 好,那並且這個最高自身生命力是 自身攻擊力是3倍 再來是石榴石全杖這個是冥王星專用的 好,那他可以透過消珠來到他自身最高2.25倍的一個加成 再來是可以直接回5000點的生命力 所以這次小獎,大概都做這種加血的功能比較多一點啦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練技能小怪 是這個貓的系列 好,那這一次比較,我覺得比較比較訝異的是 他居然還出這種Double Max 湊齊才能入手的終極卡片 好,那你++9已經出過一次了 這次居然連著出,你到底狠不狠啊,蛇魔之塔 而且我必須說,這一次這張卡片的強度真的超噁心 我覺得不入手可能會有點小後悔的那一種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一次你要獲得這一張新的卡片 你必須把合作指定的17張角色全部湊齊 包含10抽卡片全部都要湊齊 才能夠有機會免費的入手這一張光神竹的這張全新合作卡 那我們就暫且稱它為女王以及國王好了 那這個女王國王這張卡片呢,欸當隊長我覺得蠻好玩的 像是新希臘的那種感覺喔,就會一直天降星珠 那並且他的隊員主要是隨手戰士系列啦 不過這個血量感覺沒有很多 雙隊長只有2.25倍的生命力喔 所以這隊一樣是平血的一個隊伍喔 那這裡的話,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伍技能 必然增加多久時間2秒,星間就所有屬性 並且每多消除一組符石,多增加一連擊的EXCOMBO 每消五組符石掉落兩粒星 消30粒以上的星珠,全隊攻擊額外2.5倍 達成30連擊 這個國王與女王加上隨手戰士系列無視反手消 無視連擊相等盾喔 那總而言之這一隊大概玩起來就比較偏娛樂啦 當隊長並沒有多強啦 主要是他主動技能真的超噁心喔 有兩個技能,雙效二選一你只能選一個發動喔 都是CD7,第一個效果是解除幽閉空間 並且所有成員也20%追打5屬攻擊各一次 自身以及隨手戰士則是100%追打 哇這個增傷幅度有沒有 直接6倍以上喔 所以超噁,以這個全額做來講就是6倍以上 那如果你要選第二個技能的話 那更噁心了 他可以點選一粒符石引爆該粒符石以外的符石掉落該種 這個有點聞一聞,那我這邊簡單的幫他舉例一下好了 假設你點火珠好了 那他就會引爆火珠以外的所有珠子掉落火珠 所以你就會得到一個整版都是你選擇的那個符石的版面喔 所以這個就非常好解 比如說像是30顆火珠盾之類的 所以這個技能超級噁心 那再來是隨手戰士成員 額外攻擊3倍,無視連擊法印以及攻前盾 這張卡片我覺得是蠻做壞的一個功能卡啦 不過很可惜這個真的代價太高了 你要湊齊全部合作卡片 都已經連續合作了 官方居然還這樣搞 我真的是覺得有一點點鏘啦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好那這個看過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來下一個 也就是全新的挑戰任務 可以打到這張免費的卡片 玩禮符甲面 他總共帶兩個效果 第一個可以引爆所有符石機 凍結珠掉落固定版面 那基本上你主動技能有一個固定版面 他就有一定的價值了 並且大家可以幫合作系列減CD 所以這張卡片我還蠻建議大家是可以刷的 那並且他還有羈絆 可以直接加連擊或減CD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來看他的專屬武裝龍科 他武裝龍科其實也蠻變態的 長柱可以三倍 如果你發動技能更是可以自身4.5倍 哇這個系列的武裝龍科的增傷幅度 真的都超級噁心 好那這一個那個 武裝龍科只有他自己能帶啦 所以應該是不太會觸發隊長技能 所以就不介紹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新的挑戰任務 是可以拿到免費的這張卡片 海王星 那這張卡片超級多效果的 我們一一來介紹 第一個他是CD7 那他可以讓天王星CD-1 並且點選一橫行符石 變成水屬性已經新 水珠跟新珠的一個橫行版面 並且石化敵方全體 那敵方是無法行動控場一回合 加上一回合內水屬性及人類追打水屬性攻擊一次 所以這個合作系列可以直接無視固定演技 這個解擺能力說實在的算是挺普通的 好不過這樣最重要的是 他放進純合作隊伍裡面 如果說他放進純合作隊伍裡面 所以他主要是拿來幫大家亢奮的一張角色 好那他的羈絆能力 也可以透過角色珠-CD 好那這次他也有專屬的武裝龍科 他這個武裝龍科我覺得也算是不錯的 有2.4倍的一個增傷 而且進場CD-2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全新的迎擊戰 是不是好久沒看到迎擊戰了 這個迎擊戰是一張全新的卡片 他叫做帕拉帕拉 好那他是CD-5 總共帶來5個效果 第一個可以將尼黑雷亞 這個應該是合作的卡片 以及自身以外的亞馬遜四重咒成員CD-1 引爆自身直行掉落水強化珠 將移動所碰到的凍結珠狀態解出 自身追打10次 如果說隊伍中每多一個亞馬遜四重咒的成員 可以額外多增加一回合效果 持續四回合 目前看起來是蠻費的 除非這個亞馬遜四重咒的其他成員的主動技能做到很強 不然你還要帶四個成員 你才可以維持四回合 哇那算了吧 這個結版能力算是挺普通的 好這一次最興奮的消息就是這個 居然有出指定的造型 而且他也是免費送的 哦 他們穿回這個水手服了 有沒有給大家看一下 好久沒有在合作推出這種造型了 上次是什麼時候 炭治療吧 那希望官方如果再有成一點的話 可以做一些動態造型 目前看起來 大家如果有抽十抽卡片的話 是有這些造型可以去做兌換的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全新情報 最後再來補充一下這一次合作卡片的角色昇華能力 這次昇華能力也是超級噁心 這是一趴大獎呢 自帶兩把昇華劍 以及兩把回復劍 哇這個增傷幅度超級誇張 那再來是這次二獎 這是變身後 這個是變身後的昇華 那這二獎是這一個 他也帶有一把回復劍跟一把昇華劍 那二獎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一把回復一把攻擊劍 所以這一次大部分的增傷呢 都也是來自於 除了武裝龍刻之外 就來自於這個昇華的能力 所以大家在玩這一個合作隊伍的話 盡量就是消直行 觸發這個昇華劍的內容 好那麼以上大概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全新情報 不用了可以按下你的對外按鈕 以及方便的使用鈴鐺 下次我詩音的影片 就在第一次收到你的鈴鐺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